卢比奥,我不想与中国打贸易战但一切必须公平,美中贸易摩擦随着两国先后祭出关税措施,进一步快速升温,特朗普政府希望借由关税压力,促使中国改变其贸易行为,尽管有国会议员对于关税政策所产生的后座力感到担忧。 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San,Marco Rubio,RFL表示他认为这是目前美国仅有的选项,我不知道除了关税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其他选项,中共基本上在我们国家为所欲为,但却对我们和其他在中国的企业做出重重限制。 这是卢比奥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我们花了30年,25年这个世界,花了25年,试着改变他们让他们也遵守规矩,但最终你必须采取行动。 我不认为其他选项会奏效因为谈判是没有用的。 我不想与中国打贸易战,但一切必须要公平卢比奥,强调卢比奥参议员。 我不想与中国打紧贸易战,但一切必须公平。 HTTPS,T,Colvo8QRK,我不知道,除了关税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其他选项,中共基本上在我们国家为所欲为,但却对我们和其他在中国的企业做出重重限制。 我们花了30年,25年这个世界,花了25年试着改变他们让他们也遵守规矩。 但最终,你必须采取行动。 PIC,TWITTER.COM Card,DPK3PIQ,美国之音,中文网,AdvoChinese,September19,2018,中共指控。 我们在谈判,过程中不诚恳实在太讽刺了他们从来没有在任何事情上跟任何人进行固有意义的谈判。 因为他们从来没被逼着这么做卢比奥回应,说,过去20年来每个人都假设当中国变得富裕繁荣,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行为会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 但现在我们都很清楚看到,这并没有发生那样的假设是错误的,我们正在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 卢比奥还提到谈判,是否能取得实质进展,或是在什么样的时间表,未能达成共识这都取决于中国。 他也希望关税能对中国构成足够的压力,带来建设性的后果。